那个刚才你们有人说 好像那个符号看不太懂 这个我们一般写这个 写成这样子的话 正负啦 就是这个小于等于这个正负的意思 其实就是类似是这样 懂不懂 他其实是这样子 只是为了把它精简一点 所以他把它写成小于 μ正负 正负这样的概念 不是只有弯位的啦 懂不懂 所以S 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S bar S bar S bar它是小于等于 μ加1.96σS bar 大于等于μ减 μ 应该是μ不是u 好 是减去1.96的σ bar 所以它是一个区间的概念 但这个区间的概念 我们习惯是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样 这样有没有 有没有稍微更清楚一点 这个 这个应该你们高中代数也有学过类似的嘛 就是一个区间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只是把它什么样 这半边去处理它 这半边去处理它 对不对 这半边处理它 就是把它移向过去 变成是μ μ大于 μμμμ不是大于啦 是大于喔 对不对 这边把它移向过去而已 这就代数而已嘛 那这边一样 这边再处理一遍 就变成是μ 是它的几率是0.95 那经过处理之后 就变成是说 如果我的 这个讲法就变成我的母体的 μ就是母体的平均数 母体的平均数 落在某一个s bar 正负1.96个σ bar的 这个几率是多少 是0.95 对不对 那这个s bar是多少 s bar就dependent on你今天取样 它到底是取样在这边 还是取样在那边 还是取样在哪边 所以它如果是取样在比较里面一点 比较靠近平均数一点 它就有机会去涵盖什么 有机会去涵盖我的母体的 母体的这个平均数嘛 但是如果取样稍微偏斜一点 歪一点 同样的信赖区间 这个区间就是这么宽 这么宽的区间 它就没办法涵盖到我的母体的什么 平均数啦 有机会来 研究这个程度 还是因为它 rob zer 那其实聊聊天 有机会 我怕纸导 好問題 1.96怎麼來的 我剛不就講了嗎 none.inv 好啦 我們可以用 如果用標準常態分配來看 標準常態分配的mu一定是多少 標準常態分配的mu是多少 我真的氣死 標準常態分配的mu是多少 好 絕對 期末考不小超了 還要看講義 這個都是基本要備熟的 標準常態分配的mu會是多少 或是它的平均數位多少 0啊 不是嗎 好 如果我們 那我們剛說過 那你怎麼算 因為它是常態分配啊 所以這個95% 所以剩下兩個尾巴 兩個尾巴加起來面積多少 5%啊 那5%這兩個是均分的啊 所以這邊剩下0點多少 這邊左尾的面積 就5%除以2啊 所以0.25 不是啊 2.5% 所以0.025嘛 對不對 所以0.025再加上0.95多少 0.075 對不對 是嗎 那0.975就代表 這個點往左邊的面積嘛 然後你再去帶那個nome 點什麼 nome點這個invert 然後可以算出來 這個就是1.96 對不對 好 如果我們用 用標準常態分配來看的話 會比較清楚 嗯 欸欸欸欸 欸不過我們的標準差 欸 拆這邊 你們自己也可以打開Excel來做看看啊 不要看我做啊 你們自己也可以做看看啊 哇Excel在裡面 好,謝謝,謝謝 我給奧比斯在那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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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涵蓋到我的母體完全Dependent就是你的S bar 這樣清楚了 OK 那接下來其實只是在重複我剛剛講過的東西而已 就是說 根據中央極限定理 樣本平均數的標準差Sigma3更好N 好 那所以樣本平均數會有95%落在 跟母體平均數偏離一點 正負一點96個標準差的範圍 如果挑一個固定的樣本 它的平均數是S bar 那它這個區間會有95%包含S bar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這個機率的概念 懂不懂 所以課本這邊提到的這個部分 這課本這邊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才談到的這個probability of S bar 小於μ正負一點96 那接下來他說如果反過來說 把這個再處理說 以下的區間就把S bar正負1.96 Sigma4更好N 其實就是接下來這個處理完 變成這樣的概念 懂不懂 所以重點就是什麼 重點就是我們利用這個一個信賴區間 然後搭配機率的概念 我們可以去設定出 當你取樣一個S bar多少之後 你可以在一個固定的信賴區 固定的一個信心水準 95%的信心水準或90%信水準 你可以得到它這個區間是多大 那個區間就是我的信賴區間 但是這個信賴區間有可能會涵蓋 或可能不會涵蓋我的什麼 母體的標準差 為什麼 按照這個例子看 取樣在這裡就有涵 取樣在邊一點就沒辦法涵到 懂不懂 好 所以這邊有講了 95%的區間怎麼來的 這邊就是95 那這邊是0.025 0.025 所以你就去把它去算 用這個 這本就寫了 用norm.s.invert去可以算出來 1.96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信賴區間的概念 那信賴區間有可能會涵蓋 有可能不會涵蓋 如果用這個圖來看的話 母體的平均數是這條線 那我今天如果取樣點 這個一個取樣點在這邊 那它95%同樣的寬度 那它當然有涵蓋 大部分的 所以你看95%是 大部分的時間可能都會涵蓋 那但是有可能如果你取樣稍微偏一點 那得到的這個什麼 就沒有涵蓋到我的μ了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概念就跟剛才的 剛才我們畫的這個圖的意思一樣 你取到這邊就有 取到外一點這邊就涵蓋不了 所以是同樣的意思 好 所以當我的假設母體的標準差 知道的話 我們要去針對某一個特定α 這個α是什麼呢 α其實我們 這個α我們會談到 這邊會談到 α什麼 α是所謂的標準常態分配在雙尾的總面積 所以以後我們會用一個 用一個特殊的符號叫α來代表 這個信心水準外面的這個總面積 就是雙尾 它兩個尾巴 就是左尾右尾的總面積叫做α 那 當你的母體的標準差已經知道的時候 我們要決定 它的這個區間 信代區間的範圍時候是 你把一個樣本取出來 x bar 然後呢再去根據 z二分之α 這個z二分之α 這個α所代表就是你左右尾面積 所以像來這個左右尾的面積相對 也就是代表你的什麼 跟你的信心水準有沒有關係 這個α跟你的信心水準有沒有關係 這兩個白的就是所謂的α 這兩個白的就是α 因為我的信心水準是在中間這一塊 中間這塊面積就是它的信心水準 然後左右尾就是沒有涵蓋在我信心水準 那左右尾的面積合起來就叫做α 那因為它各一半所以是二分之α 所以 所以接下來課本它把它寫成是說 我們把剛才那個1.96 那1.96把它換成是一個什麼 z二分之α的概念 那α是什麼 α就剛剛說過是雙尾的總面積 那雙尾的總面積如果是95% 那α就剩下多少 就是5% 所以就z二分之α z二分之0.05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它只是用一個符號來代表它 懂不懂 所以這個z二分之α就是 就是代表說 這邊完了 其實這個就是z二分之α 這個是z二分之α 那我們等於是算z二分之α 左邊的這塊的總面 它的這個面積來決定什麼 決定它的這個 隨機變數所在的位置 隨機變數所在位置 那所以如果是二分之α 如果是0.5 如果α是0.05的話 二分之α就是0.025的時候 它會得到這個變數的值 隨機變數值就是1.96 好 所以 你們可以再去算一下 90%的信頼區間的z二分之α 會是1.65 那剛才我們已經算過95%是多少 1.96 那99%呢 是2.58 2.58 你們可以自己去算看看 因為你看如果90% 我們就剛才的算法 剛才的算法是什麼 把它用 如果用標準常態分配的話 就是如果是90% 這邊就是0.90 加上後面是多少 多少 如果這個面積是90%呢 那這邊左右就剩下多少 α就是剩下0.1 就是10% 那10%除以2就是多少 5% 所以把0.9再加上0.05 對不對 0.05就變成0.95 所以你把這個打 norm.s.invert0.95 得到的就會是什麼 得到就是1.65 z二分之α就是1.65 那95%剛剛算過 那99%呢 一樣可以去算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怎麼樣 Sigma跟號N是固定的嘛 當你的α越 就是說你的α 就是對應到你的信頼區間 對應到你的這個信心水準 你的信心水準越高 它的這個z二分之α是不是越大 代表它的區間又越大 因為你要越大的區間 你才有比較大的信心 來涵蓋你的母體的標準 母體的平均數嘛 知道嗎 越大的區間 你才更有信心去涵蓋它嘛 就像剛剛說丟飛鏢那個概念 你越大的把 你才有信心去投進去 所以你的信心的這個水準越高 你的區間就要越大 你才能夠去把它母體的標準 平均數去把它涵蓋進來 那這就是99% 95%跟90% 那但是我們的符號 這個符號要記住 α是左右尾的總面積的 左右尾總面積合 那當然一邊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α 所以我們會習慣是用z的二分之 那z就是標準分數嘛對不對 它是用標準分數去算 所以用z的二分之α是比較好去看它 所以因為 為什麼用z呢 因為我們剛剛在算的時候 不是用什麼 就是用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的 inverse去算它嘛 所以因為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平均數是0 它只需要去看它距離平均數0 它距離的標準差是多少 所以我們用這個去算它 所以它這個符號才會寫成z的二分之α 好了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特別的 μ正負的這個 z的二分之α乘上 sigma of gain of n 這個東西我們把它有一個特殊名詞 叫做margin of error 叫做誤差界線 誤差界線 那這個誤差界線 另外一個名詞叫做 估計的最大容忍誤差 估計的最大容忍誤差 那這個容忍誤差 就是說我的點估計 跟這個參數之間的可容忍的最大誤差 可容忍最大誤差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z的二分之α乘上sigma of gain of gain 叫做margin of error 誤差界線的概念 好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做 當我的母體的標準差已經知道的時候 我們要求一個樣本 這個樣本 你把它算出它的樣本的平均數之後 你要去估計我的母體的這個什麼 它的信頼區間 估計我的母體的平均數有沒有落在某一個信頼區間的時候 它有些基本的假設 首先當然你的取樣還是要隨機取樣 隨機取樣 那如果你的樣本比較小 是小於30%的話 你的母體必須是常態 那如果當你的取樣比較大 超過30% 超過30個樣本以上 那當然它取樣出來的平均數本身 也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還是一個常態分配 這是先有個假設 好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其實大概知道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的那個概念 就是信頼區間的概念 你就可以用在例子上面了 好 但是前提是還是你要先知道 重點就是在這個公式 那就是我取一個樣本出來 算出它的平均數 那我有給定它一定的信頼 信頼水準 信頼這個就是confident level 它的信心水準 然後搭配母體已知的標準差 然後我也知道取樣多好個 那我就可以算出 算出什麼 算出這個信頼區間是多少 那這個信頼區間就代表我的母體的平均數 有可能有多少百分比的幾率會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就這樣 OK 這就是一個估計嘛 這就是一個推論嘛 我利用我取樣一個樣本出來 我來推論說到底 到底 到底 到底這個我的母體的這個 某一個側 它的那個量測的這個值 平均數 會不會是落在這個區間 而且這個區間 落在這個區間的機會大不大 大不大 它就用這個概念來呈現它 OK OK 有話 有問題 還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題目 來念一下好了 來 郭家瑋 念一下 一部 自動消音 自動消音 好 所以 這是賣車子 Chevrolet Chevrolet 是美國一個車廠 Avill 不知道什麼車 反正 美國車子一大堆 好 那它要花幾天才賣出一部車 所以它先取樣 那取樣 它取50部嘛 50部是車子樣本 那這50部車平均 它給你算出來 平均天數是54天 那這時候 它又給你一個條件 母體的標準差 母體標準差 然後它已經告訴你是六天 那就是 要來算數 那母體平均數的最佳點估計 跟它的 95%的信頼區間 好 所以 當然我們剛說過 母體平均數的最佳點估計 就是用樣本的平均數嘛 樣本的平均數 就是母體平均數的最佳點估計 對不對 它總不會是用樣本的中位數 跟重數吧 因為重位數跟重數 不是它的最佳點估計 所以就是 母體平均數的最佳點估計 就是樣本的平均數 好 那樣本平均數要告訴你啦 就54天 那就不用算了 這個已經given 就54天 那至於母體的平均數的95%的信頼區間 代表什麼 有95%的機率 你的 母體的平均數會落在這個區間 但是另外5%就可能不會 那這個95%的信頼區間怎麼算 就我們剛才直接代公式啊 mu會在什麼 x bar正負z的2分之α乘上sigma over gain how n 好 那x bar已經取樣出來的就是54天嘛 那95%現在區間我們剛才常用 所以就直接 直接就寫了 就1.96 sigma是多少 sigma剛剛說是6天嘛 那an是多少 an是50個 50負車之上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算出來就是54正負1.7 那54正負1.7當然就 就把它算出來就是mu mu它有可能會落在52.3跟55.7的 機率是多少 mu有可能落在52.3跟55.7的機率是多少 就95啊 它給你的機率給你的條件嘛 對不對95啊 好 所以這個區間還好啦 52.3跟55.7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它有可能會包含母體 但是 也有可能不會 所以95%的意思就是它有可能會 有可能不會 對不對 那可能會的機率會不會比較高 比較高一點 對不對 好 好 好 黃文言 提訓練 這個也 也很直觀啦 反正就是 它已經告訴你 40個小時的平均數 反正你現在告訴你的這個s bar 就是一小時平均是362位 那這個標準差當然給你的理論上應該是母體的標準差 那給你的之後 那現在它取40個小時 好 取40個小時 那40個小時的平均數大概是362 所以362然後它取一樣是取40個小時 所以就是直接代公式啦 那現在是多少 是99% 那99%的現在區間的 它的這個z的2分之α是多少 這個就要先算一下嘛 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算 剛才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要變多少 0.975是多少 是95%嘛 那99%這邊要改多少 99%就是0.99 是中間的嘛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左尾的面積啊 左尾的面積是 總α是多少 0.01嘛 0.01再除以2 0.02 0.01 除以2 是不是這樣 都知道嗎 2.5785 2.5785 2.5785就進入 可能2.58 2.58 所以它這邊就是2.58 有沒有 所以這邊用2.58去算 然後這個given的29.6是它的標準差 母體的40個樣本 算出來 算出來的μ會落在 349.9跟374.1 那415路啦 因為它這個是人數嘛 人數總不可能有小數點 所以我們就 就把它415路 所以 變成350到374 那有99%的信心水準 它每個小時會 有萊克數 350到374 所以這個概念都是 重複的在應用 好啦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其實 像如果是98%呢 因為我們比較常用的 大概就90% 95%跟99%的信心水準 那98%也不是說不可以啊 那如果今天要讓你求98%的信心水準呢 那一樣啊 這個區間就是98嘛 那這個alpha就是0.02 除以2就0.01 所以你用norm.s 然後0.8加0.01 可以算出來 所以98%的這個 這個z二分之alpha z二分之alpha 就代表這個位置 大約是2.33 那你也可以透過查表 查表如果 我說過還是要會查表 查表沒有那麼難 但是就是以後 考試沒有計算機的話 沒有電腦的話 你要透過查表 可以查出來 好 那接下來剛才的題目都是給你什麼 給你一些 就是它的樣本的平均數都告訴你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 如果的樣本平均數沒有告訴你 它是給你樣本的原始資料呢 那你當然就是從原始資料去算它就好了嘛 所以這個題目假設是有個聯合信用社的什麼資產 有30加它取樣在什麼西南賓州 這是一個區域啦 那30加這個信用合作社它的資產 那所以它這邊有30筆資料 那它告訴你的母體標準差啦 那要求出它這個 你取樣這個30個 30加的這個信用合作社它的資產 你要去推估什麼 推估它的母體的平均數 它的這個標準差 不是標準差 它母體的那個平均資產 是落在哪一個信用來區間 那取90%的信用來信用水準 那接下來其實重點就是 你把這個東西先算它的平均數就好了 這就是樣本平均數嘛 只不過它現在沒有告訴 就是之前的題目都是告訴你樣本平均數 所以你直接算 那現在沒有的話 它給你原始資料 那你就去算啦 對不對 它算平均數說實在也很簡單 所以你就去把它平均數算出來 算出來結果就是11.091 那母體的標準差是14.405 這是given 這是已知的 已知的母體標準差 那至於90%信用來區間 這個我們剛才 剛才好像也看過了 大概算出來是1.65 不過大概你算出來是 差不多是1.644多 然後再敬畏再敬畏 所以它有時候 有時候課本是給它寫1.65 那個其實差一點是還好 所以90%的信用水準 它的z的二分之α 我再強調一遍 z的二分之α 為什麼剛提到說 α是它的這兩邊的 雙尾跟左 就是兩個尾巴 左尾跟右尾加起來的面積 那二分之α就是一個是 二分之α意思就是說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代表0.0就是二分之α 然後正好如果我們是用 這位標準常態分配的話 這個是一個z值 所以是把它寫成 z的二分之α 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習慣是用z二分之α 這樣去代表 這個它的所在的那個位置 所以90 剛剛是 z的二分之α 這是90% 就是%算出來的結果 大概是1.645 或者1.65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一樣 直接代公司 因為你的x bar 是自己算出來的 所以你自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那z的二分之α 剛剛算出來 是1.65 或1.645 那sigma是given 已知的 14.405 然後n是取30個樣本 所以這樣去算 算出來結果 它的資產就是落在 6.752跟15.43 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範圍好像還蠻大的 從600多萬到1500多萬 這個有點 有點大 這個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是60% 還是90% 所以如果你取到95%呢 那它的區間會比這個怎麼樣 更大 對不對 因為信心水準越高 你的區間又越大 ok 好 那 剛才我們看的都是已經 這個 取樣的樣本數是固定的 對不對 取樣樣本數是固定的 那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個 我們有時候取樣 像其實我們這邊 例子都是沒有提到 我們有時候取樣是為了要 要看什麼 看 像假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什麼 投票率 對不對 或是 你今天會 投票選給誰 選給誰 或者說他會不會當選 如果某個候選人 他要覺得他 要不要 會不會當選 所以不是在選前都有很多什麼 民調對不對 那民調其實就類似抽樣 因為你的母體是什麼 你的母體是所有的選民 所有的選民 你不可能全部都做取樣 那 不可能全部做取樣 所以你要 你要大概都抽五六百個人 或幾千個人 來做這個做民調 那做民調的話 當然 你如果注意看 這些民調 有時候他會告訴你 下面有一小小小的什麼 他的信心水準是多少 你們如果有注意看 之前的那個 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的民調都有寫 他是抽樣幾份 跟他的信心水準是多少 對不對 那那個信心水準跟你多少 我們剛剛說過 信心水準跟什麼關係 信心水準會跟你的那個 信賴區間的寬度有關係啊 是不是 我們不是一直在強調這個嗎 一直在重複這個嗎 信心水準越高 他會不會越寬 那越寬有沒有參考價值 所以我當然 我如果做民調 我常常希望他的這個 預測的範圍越 narrow 越好啊 那我就比較有 比較可以確定說 到底怎麼樣 但是你要越 narrow的話 你的信心水準相對又越低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 想辦法去排除這個啊 就是說 樣本數跟你的統計估計的關係很大 很大 就是說 假設我要為了更更精確的估計 那我的樣本可能要稍微大一點 為什麼 這跟什麼關係 其實跟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所謂的 margin of arrow 這個誤差界線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結果不是是 是這個部分嗎 1.96乘上sigma s8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 margin of arrow 這個 margin of arrow 這個 margin of arrow的話 如果越小 這個如果越小 他的這個信賴區間就越小嘛 對不對 越小 但是如果在固定的信心水準之下 在固定的信心水準之下 你希望讓他的誤差越小 假設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 你希望他的估計誤差能夠縮小 那你唯一能夠下手去改善他的地方 是什麼 因為你看他的 margin of arrow 那你的alpha如果是固定的 就是你的信心水準是固定的 因為這個二分之alpha 是跟信心水準有關係嘛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固定的情況之下 你的母底的標準差也是固定的情況之下 你唯一能夠去改善他的1 就是什麼 就是n嘛 你n如果越大 他的e會怎麼樣 n越大 e會越小 所以在同樣的信心水準 同樣的母體標準差之下 你如果去擴大他的取樣的樣本數 你會讓他的arrow 會怎麼樣 越小 arrow越小 margin of arrow越小 這代表他的區間會怎麼樣 越大越小 也越小啊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narrrow down 他的這個誤差的水準 那同樣的信心水準 我就可以讓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區間 信在區間就縮小 信在區間縮小 我就會比較有什麼 我就比較有信心啊 我不是比較有信心啊 就是說我的參考價值 這個民調所做出來的參考價值就會比較大 這也合理啊 其實最理想的狀況就是你把全部的母體都調查過就 那更有信心啊 但是事實上就做不到嘛 但是 3號我們就是可以從這個樣本的數來決定 讓你的arrow變小 然後他的區間變小 那你的這個做出來的信心水準的參考價值 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 所以那既然是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好 那我們假設今天要算他的樣本數的話 在已知的 假設這個誤差界線 我們今天是 這時候以前是算出來的嘛 那現在反過來 我現在給你一個一定的誤差界線 我就是固定要你誤差 就是在正負一或正負二之間 我這個arrow是固定的哦 那我 alpha也是固定的 信心水準也是固定的 sigma也是固定的 那我就要來反推 那我需要多少樣本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誤差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接下來很簡單 你就是 怎麼樣代數嘛 一向來一向過去 所以你最後算出來的n 就是等於z的二分之 alpha 乘上母體標準差 除以什麼 你指定的margin of arrow 取平方 就可以算出什麼 算出你的樣本數 這個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inverse的問題 一個反過來的問題 把他倒過來看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 那算出來 這個公式再寫一遍 算出來當然是要無條件 他無條件近位 因為他樣本數都是整數嘛 所以樣本數整數的情況之下 你就把無條件近位 好 好這個題目假設說 我們要去量測 一條河川的平均深度 那他利用99%的信心 認為答案要跟估計的相距 要相距在兩尺內 所以他有特別指定 你99%當然他是他的信心水準 但是他認為他的這個point 點估計 點估計的答案 他的這個區間 要在這個正負兩尺之內 就是說能夠落在 我的點估計正負兩尺裡面 這個我的真正的這個河川的深度 正負兩尺內 那我要取多少樣 才能夠達到這個相距兩尺以內的 這樣一個成果 那之前的研究 假設就是這個代表就是母體 母體量測的時候 他的深度的 河川深度的標準差是4.33尺 這是已知的類似母體的標準差 那我要取多少 測量幾條河川的樣 才能夠得到 結果是在兩尺以內 那這時候 這個題目看完之後 你就要知道說99%當然 他的α對應的就是0.01 那所以Z的二分之α 剛剛算過已經是2.58 2.58 然後他的 他需要估計的這個誤差是在兩尺 就是那個margin of error是在兩尺 所以1是等於2 然後1等於2 所以也知道了 那你的Z的二分之α sigma也都知道了 所以就代進這個公式 Z的二分之α乘sigma 除以1 然後取平方 算出來是31.2 那我們說過這個N 31.2 因為N是整數 所以你要把這個無條件淨位 要讓它多一點 所以變成32 所以要取32樣本 取32組數據樣本 你才會有99%的信心水準 會認為你的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水深的平均深度 會落在這樣的一個標準差裡面 落在這個區間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比較反過來推 就是 當你的誤差是要確定讓它比較小 或比較大 應該通常我們要求是比較小 越小的情況之下 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得到的這個 這個要取樣的結果 通常也會更得越大 OK 好吧 這個應該都還蠻 Straight forward的 好 那這是一個觀念題 你們回去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剛才談的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母體的標準差之道 對不對 那母體的標準差之道 我們剛剛不是說怪怪的 母體標準差之道 那為什麼母體平均數不知道 這個有點奇怪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碰到我們一般的 就是母體的平均數是不知道 母體的標準差也不知道 大部分應該都是這樣 那當你的母體的標準差也不知道之後 你怎麼去算他的平均數的信賴區間 方法是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那這邊要講這個東西之前 我們的話先來看一個新的distribution 新的機率分配 叫T分配 T分配這個我們之前沒看過 不過T分配 它又有一個名稱叫做學生分配 叫Pupil Pupil就是學生的概念 那這個T分配它其實就是常態分配 但是它有些性質是類似的 什麼類似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對稱的 一個Belchef中的形狀 而且它是跟平均數對稱的 那因為它是跟這個常態分配類似 所以它的平均數中位數重數都是在中間 都是在裡 那而且它曲線一直往左右延伸 不會觸及到它的這個 橫軸 所以這個是跟常態分配類似的 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跟常態分配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變異數會超過1 就是它會比較大 它會比較分散一點 變異數代表是什麼 資料的分散程度 所以T分配它會比較分散一點 所以它的變異數可以超過1 而且T分配它會根據自由度 這個自由度當然這個叫freedom degree of freedom 有時候簡稱叫df 那自由度是跟什麼有關係 自由度就是跟樣本數有關係 你樣本數越高 自由度就越高 那反正這個是 反正就是一個一個名詞而已 所以你的不同自由度 它的曲線就會不太一樣 它不像標準常態分配 它就是一個固定的一條線 它今天會有不同的自由度 就是你不同的這個樣本數的時候 它的這個 因為樣本數會決定自由度 就根據不同的自由度 它的曲線就不一樣 那當你的樣本數递增 就是你的自由度越高的時候 它的T分配 有時候會接近標準常態分配 這個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假設我們這是一個z 就是標準常態分配 那T分配 所以T分配的T曲線 假設這個是T等於5 自由度是5 自由度5的話 你看它的這條線 有沒有它就更分散一點 更分散一點 那如果你的自由度 越來越要讓它提高 假設提高到20 你看20的時候 它這個T分配的曲線 就會跟我的標準常態分配 就有一點接近了 有沒有 有點接近 所以不同的自由度 就會得到不同的T曲線 不同的T曲線 那反正它基本上 也還是一個常態分配的概念 還是常態分配的概念 好 那所以我們在 這個當然是統計學校 已經證明過了 假設當你的母體的標準差不知道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母體標準差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你的樣本標準差對不對 那樣本標準差跟母體標準差的計算方式 有什麼差別 就是它除以 一個是除以N 一個是除以什麼 除以N-1 忘記了嗎 好 好 樣本的標準差我們簡稱叫S 對不對 那樣本的標準差的算法 當然你如果下Excel的指令 跟下母體的那個標準差指令 有沒有一樣 這個考試不是考 也才剛考過嗎 你要特別加一個S 對不對 才代表它是Sample的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deviation的樣本標準差 那 當你的母體的Sigma不知道 我們就用 這個時候Sigma不知道 我們就用什麼 樣本的標準差來取代 那樣本標準差是你可以算出來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取樣嘛 你總會有樣本的平均數 也有樣本的標準差 所以樣本的平均數在這邊 樣本的標準差也得到這邊 那至於它的這個信賴區間 這時候就不用Z了 這時候不用Z 這時候不用Z 這時候改用T 改用T分配 那T的二分之α 那 這個T分配它的自由度 這時候需要用N-1個自由度 那N是代表什麼 你取樣的樣本數 所以 T分配 在你在做這個所謂的信賴區間的這個公式的時候 就是說當你取樣出來 但是你的母體的樣本 母體的這個標準差也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就必須代換成這個公式 來算它的信賴區間 那這個信賴區間的範圍 重點這個是它的標準差 這個Margin of Arrows 這個標準誤差這邊 不是標準誤差 就是誤差界線這邊 它這時候Sigma換成S 然後Z二分之α 換成T二分之α 那T二分之α會跟 因為它是T分配 所以它有自由度 它的自由度是等於你的樣本數-1 變成是它的自由度 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只是換一個公式而已 但是其他的做法就一模一樣 其他做法就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待會兒來看例子好了 但是我們可以先看看 T二分之α怎麼去算 那T二分之α呢 就是說假設 95%信賴區間它的T二分之α 那樣本數是22 那它的T二分之α是多少 那你可以下一個 當然你可以查表 你可以查表 那查表其實也蠻容易的 但是你下一個指令就可以算出來 在Excel裡面 它有一個函數叫做 T.inv.2t 那2t當然就代表是雙尾啦 雙尾的概念 2tel 那因為95%的信賴區間 所以它雙尾 雙尾的面積多少 雙尾面積就是0.05 所以這邊打0.05 然後樣本數是12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變成是n-1 所以22-1變成21 那這樣去算出來 這個T二分之α就會落在2.07961 這近乎是2.08 所以你去看課本查表 查表查出來大概也是2.08左右 所以對這個問題來 對這種所謂的母體的標準差 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用樣本的標準差去取代母體標準差 你每一次都要去算它的t二分之α 因為它的自由度都不一樣 每一個問題的自由度都不一樣 因為你的取樣數都不一樣 所以當Sigma未知 你要求它的平均數的信賴區間的時候 一樣是一個隨機樣本 一樣它小於30的話 你的母體是常態 不然就是你的取樣數要超過30 好 來看一個例子 10個小孩的樣本 他們的第一年平均成長數是9.8 變數是常態分配 好這邊也直接告訴你 樣本標準差是0.96吋 那求出它的母體平均成長數的95%信賴區間是多少 那這樣的話 你已經取樣取出來了 那取樣本取幾個 取10個 10個小孩子的樣本 那10個小孩子的樣本 他已經得到他第一年的平均成長是9.8吋 9.8吋 所以這個是平均數 樣本的平均數也知道 那樣本的標準他 他也告訴你了 是0.96 那你要算出他95%信賴區間 所以這也其實很簡單 S part知道9.8 S是0.96 N是10 所以你要算出他的t2分之α是多少 那t2分之α 因為他是95%信賴區間 所以一樣跟剛才一樣帶進去 t.invert.2t 然後雙尾 那他的雙尾面積是0.05 然後他的樣本是10 10-1變9 所以可以算出來他的t2分之α就是2.262 那接下來就直接帶進去 2.262帶進去 s bar之道 s之道 n之道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的 把他的什麼 母體的標準差的 弱的信賴區間就算出來 再弱在9.11跟10.49中間 就這樣 所以他的公式 基本上跟剛才的前一章 前一節講的是一樣的 如果前一節是母體標準差是知道的 那現在母體標準差不知道 你就是用樣本標準差 那樣本標準差之外 你還要加上一個t分配 z的分配 就是你的那個z2分之α 現在取代變成t2分之α 好 那這邊 好這邊這個是他給你原始數據 那這個原始數據 就是說發生什麼火災 蠟燭引起的火災個數 那這個有2 4 6 7 有7個樣本 那7個樣本你要算出來 他的平均數99%的信賴區間是多少 那 這時候你要先去算他的什麼 算他的average是多少 把這公司帶進去 把這些數據帶進去算average 然後呢 standard deviation要記住加點s 對不對 stdv.s 可以算出他的這個標準差 是1610.3 好 完了之後 那還要去算他99%的信賴區間的t2分之α 那他的自由度是多少 自由度是6 因為你這邊有7個資料 所以自由度就是變成7-1是6 他的自由度是6 所以代入t.invert.2t 然後你的面積是多少 因為是99%嘛 所以他這邊雙尾 99%雙尾其他的面積是0.01 7-1是6 算出來t2分之α大約是3.707 那接下來就可以直接代公式 代公式去算出來 他的μ的範圍就會落在這個區間 是99%的信心水準 還蠻大的 從4000多到9000多 這個區間還是蠻大的 至於什麼時候用z分配 什麼時候用t分配呢 重點是決定在哪裡 母體的標準差知不知道 母體標準差知道 當然你就是用z2分之α 如果不知道 你當然就是用t2分之α 而且搭配你的樣本標準差 好 這個7-2的觀念體自己看一下 好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看這個比例的信賴區間